今天又直播了 由我主持陳俊偉 今天的嘉賓就是Leo Chan 就是我們社代表 我們的節目預告在Facebook暫時未出 因為都趕著 有點急趕 所以我會一直做節目 一直推出了 不好意思各位 請Leo過來 也說我們未來的團 以及玩些什麼 過去那一年 應該這樣說 那個年度的動物年 你覺得造成怎樣 其實上半年是非常不錯的 整體來說其實我們做的計劃 或者是一些 下半年就差一點 下半年本來是Leo要修成的年份 因為你知道 人們出門去玩 由暑假開始一直到秋天 或者到聖誕 比較多喜慶、多假期的時間 理論上可以去到很遠 但整體來說 今年下半年 大家都發生了事 這個大氣候、大環境 大家都理解 是的 所以未來一年 希望做得好好的 我們在新一年 其實一開始就有一點點脫堤 沒錯 就是因為本身安排了西澳團 就是因為澳洲那邊的山火問題 雖然西澳其實影響不算很大 但是別人降冷當前 加上聽說連去到奧克蘭 尿斯林那邊的天色也受影響 也有受影響 我有朋友在Purv前那一陣子 都聞到山火的味道 近來下了幾陣雨是否好一點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想他們的山火所帶來的影響 所以覺得不如我們把澳洲的旅程 放在那邊 沒錯 因為其實有一部份自己有 即是報了名 但是後來看到這樣的情況 可能不多穩定 有很大的變數 我們在中途都已經暫停了一些 不再招收新的 不再打算繼續 宣傳都放軟手腳 沒錯 當然說回還有另一個考量 因為大家始終知道 雖然剛才惟惟你說了 Purv本身在今次這麼大的 澳洲的災難性 我相信大部分澳洲人 都沒試過遇到這樣的情況 也不希望遇到這樣的情況 在當地人的心目中 其實是一件很傷心 很不可以接受的一件天然災難 但是在Purv 雖然在西面所受的影響其實是少 但是因為基於引起這些事件 是一個極端的氣候問題 因為連續不斷沒有下雨 我們其實整個行程 你知道重頭戲是要去看粉紅湖 基於這些極支的天氣 因為沒有下雨的關係 湖水是很乾的 因為我在聖誕時 我去了另一個旅程 也是一個Purv的旅程 他們亦有分享了一些相片給我看 事實跟我們在去年年頭搞的那個 即是空中飛人那次搞的那個 觀感完全是兩回事 也有一點粉紅的 有一點粉紅 但是因為是暗啞了 還有湖水是很乾的 你看到他們平時在拍照的湖岸 走到很久都沒有看到水 當然他們也有選擇坐小型飛機上空去虎艦 那個看得到就好一點 因為他是在高空 始終都有陽光的折射 出來也是看到有些 總之就不我們的時機不成熟 所以就搬到一旁 我們帶一轉 在我們差不多時期會搞一個團 就會去台灣 希望大家可以在新年之後玩得開心 時間也會移動一下 本來西澳的旅程是預終的 沒錯 抱著情人節 打算做一個浪漫之旅 現在就不用等情人節了 退遲一點給大家多時間報名 應該日子是... 暫定我們選擇的時間應該是22至27日 應該是 因為始終是去台灣 這次我們不用像剛剛上一次很成功的美食 加上看風景的台東加整個東面海岸線 我們不用那麼長的時間 這次只打算搞一個中部 一直玩回到台北 還有這次乘車沒有那麼多 沒錯 就少一點 由台中玩到苗栗 然後就回到台北 沒錯 中間也安排給大家試試 另外一個很出名的在台灣的溫泉 我們可以慢慢說一下 其實這次想想一下 上次有些朋友也玩得開心的 當然有時候覺得車程很軟 比較長 但有時候你不長 你就看不到台東 因為台東真的要這樣玩 沒錯 但車程拉長之後 你就會覺得有時的東西 少少走漫的漢花 所以我們在時間上 就盡量把它縮減少許 讓大家可以玩的時間 比較多 所以就由台中開始玩 沒錯 對 你對台中有什麼印象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藝術氣息 新舊的東西都交融得很好的地方 適合自己慢慢在那裡過一個週末 慢慢看一些舊的街道 也看一些新的創意的東西 所以其實都這樣說 如果在台灣來說 說文創或者一些設計 台中是一個佔很重要的元素的城市 很多朋友都會想移民台灣 台中也是一個首選考慮的地方 除了台北之外 也是 中部和它本身各樣的指數 都比台北 尤其是台北現在的市中心區 價錢合理很多 又有萬匯的感覺 又有城市的感覺 同時有文化 你所說 而且因為日治時期的年代 它留下了很多不同的文化 和不同的建築 所以那裡的風景比較漂亮 沒錯 好像我們剛剛在1月初 去了看翠英文選舉行程 當中已經有一天 我們好像同宿請了一個已經移居了那邊的香港人 分享了少許他 因為他選擇了在中部 你聽了他所說的一些入場的洗費等等 那些也很吸引 居住的環境 所以CNN在2016年 都選了台中為台灣最容易居住的城市 當然我覺得台北其實也很適合入住 甚至我之前有些人朋友去住了花蓮 就覺得花蓮偏僻更加正 其實台北有一點點 等於是好像日本人 為何一定覺得自己曾經生活過 或是去過東京 才為之覺得是一個比較現代 現代的日本人一樣的道理 是的 我有朋友會去住台南 台北、台東 台東沒有 即是太偏僻 花蓮多 花蓮有幾個 唯獨高雄很多人不敢選 最壞的都是那條魚 那條韓國魚 真的怕了 但是這次我們去台東 你可以介紹一些風景 有些風景都是一些當地的朋友向我們推薦 我們看你第一個記憶 這個就是彩虹眷村 你知道什麼叫眷村嗎 眷村我… 據我所知 當年很多台灣的人都是由對面海過來的 他們來自各省各縣 大部份都是沿海地方 也有很多政治上要逃離那個地方的人 他們走在一起 因為他們各省各縣都混在一起 所以就叫眷村 即是沒有辦法叫上海村 沒有辦法叫武漢村 即是外流的家眷 是的 我不知道那個眷字是否這個意思 總之眷村的意思就是 就是混在一起 由那邊的人過來 因為大家都是各省各縣混在一起 所以眷村的生活其實都是 因為當時聽說是貧窮 但都是多姿多彩的 那是否說那條村的建築特色 是因為它可能有很多多元化呢 其實那時候我想他們已經不太說 即是不太說自己鄉下 即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還有聽說是生活得很慷慨的 即是那個年代是沒什麼錢的 所以就是一些簡單的屋子來住 這條村本來都是一條村 舊屋 舊物來的 只不過現在就沒錯 我們圖片看到 哇 吐上了彩虹這個名詞 整件事就好像添了很多色彩 其實因為有個阿伯叫黃炳浮 其實這屋子本來已經拆了 也舊了 發展 阿伯突然間在這屋子裡畫畫 就畫了這麼多東西出來 全部都是彩色的東西 於是這個阿伯就被封為彩虹爺爺 亦都引發到一些學生 發動一些搶救彩虹村的活動 搶救還是搶救 搶救 買不起 於是當地政府就好 也聽聽民意 不是每個政府都不聽民意 而且他也聽漢山說的話 政府考慮了一段時間 就決定重新規劃 決定保育 把這個地方保留下來 其實二宴子 是黃炳浮的夫婦可以居住的 其他地方不是要居住的 是來展覽和做民創 自此之後 這個彩虹眷村 就成為國際知名度很高的觀光點 好像每年超過100萬人去 Lonely Planet這些東西 都會推介 還有英國旅遊網站 在台灣打卡的地方 即是在Instagram打卡的地方 這條村一定是十大 還有日本網友也很喜歡去 而且他所在的好市中心 是一些很黃金地段的地方 所以你也想到一個政府要發展一些東西 或者要保育一些東西 其實不可以單是用太商業的價值去評估 其實最重要是聽市民說 說真的有些東西 你雖然說要拆 其實你讓步有什麼所謂 我們看看有沒有其他相片 應該都是那些菜式的村 裡面也有些小店賣不同的東西 都是一些很捐出的 和一些創作和很色彩的畫面 那些有關 而且裡面也應該有些小的 咖啡店、小食 你知道台灣這些是民創的 沒有東西吃都沒有人來 但打卡是很開心的 拍照是很漂亮的 也有些顧及小朋友的設施 譬如蛇滑梯 所以拍照是很受歡迎的 這個值得推介的 另外我又說說另一個地方 也很有名的 叫台中歌劇院 這個就適合一些成人的朋友 我去看看第二個資料 台中歌劇院 其實這個地方真的很厲害 拍照 整件事都是很棒的 在那個地方你不覺得它特別是 好像台北一樣 很大都或是成丹 政府在一些文創 在一些文化生活方面 投放了很多資源 我們會看到 其實你要看看城市的政策如何 例如古代的城市 就一定是 整個城市最重要的建築 就是一個教堂 就是天主教堂 所以如果你去到法國的小鎮 始終是先主教堂 但是有些地方就覺得 我們城市最重要的地標 不是一座高樓大廈 一個商業樓宇 一個可能是歌劇院 其實這件事都多得當年 陳水扁政府撥款資助 在2001年已經說起這件事 但都建了很多年才落成 然後投標 最後是由日本一個超級著名的建築師 伊東風雄就拿了第一名獎 於是就根據他的藍圖去建築 建築了很久 到2015年就開始建築 但是應該是2016年才正式啟用 到2018年已經拿了日本設計獎 因為真的太精彩了 它在頂樓的位置只是花園 空中花園 是的 裡面也有餐廳 透光度很好 而且整件事的線條是很流線的 如果你看這些照片 你看到這個餐廳 如果是一個廟師人或歌劇院的餐廳 你以為是在歐洲 你不會覺得是台中 甚至在日本也會相信 另外再看看 這裡裡面 裡面也有很多布局不一樣的 有些東西給大家欣賞聽音樂 欣賞一些 在外面看很有線條感 裡面也是很有線條感 很少你會看到它是有靈有覺的 它也是很融合 整件事好像是一個水 對 還有有一張是室內全白色牆 很有趣的 這個呢 你會覺得好像自己進入了一些 Ice House 即是雪屋 雪屋 冰屋 或者好像去了浦爾奇那些 古墓 那些岩洞的住宅 好像中... 那些什麼... 中... 中魚石 對 最特別的 我覺得上面頂樓就是花園 我們看看一個最宏觀的圖片 就是這個了 上面是可以上去的 可以大家在那裡休憩的 所以雖然大家不一定說 我要聽歌劇才要去的 譬如說去那裡休息一下 去室內休息一下 又或者去逛花園 帶著一間大小 甚至去那邊吃飯也可以 看看我們有沒有時間 去安排喝杯茶 沒錯 我們有些時間可以調動 我們介紹了兩個台中的地方 我們不如先聽歌 這首是你選擇還是你兒子選擇 對 我兒子選擇 因為昨天我們跟他講起 他點了這一首 也對 我們的路很漫長 今年還要慢慢走 稍後回來繼續我們的節目